我们开始列下母音的部分 二 一 五 二 二 好 星期四的早晨里 我们来到五届部落的族语学习家庭 和他们一起学习 而Dambly也从隔壁的取冰部落 花将近半个小时的路程 来到这里教族语 爸爸有姜 他们有姜就会了 三 三 藉由简单的单字和图片 让大人小孩更容易学习族语 也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 就让他们学这个母语也是觉得蛮好 因为小时候我们都是爸爸妈妈跟老一辈 都是用母语跟我们讲话 对话 现在小孩子都已经慢慢慢慢 就可能在学校都是跟平地的学生一起 就造成说他们都是用国语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也透过这个课程 我觉得也学习蛮多的 有一些的母语我也 我也不是说那么会讲 但是我也在努力学习这样 一个礼拜只花两个小时学习 提升在家里说族语的机会 这就是族语学习家庭的目的 但已经做语推人员一年多的Dambly发现 现在的族人都对自己说的族语充满怀疑 他们在讲局的时候会觉得是非常矛盾 我不晓得这个讲法是不是对 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心态会这样子 哎呀 既然讲得不是那么标准 可是又怕人家会笑 你就这个时候 哎 你们讲国语嘛 反正国语我讲得很标准 目前在各个直辖市 县市政府 原乡地区和原住民人口 在1500人以上 非原住民地区的乡镇市区公所 都有语推人员 但全国只有113位 又加上工作繁杂 要如何在有限的人力上 让族语推广的更好呢 原市新闻No Lowball 南投仁爱采访报导 чем等